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圣洁的国民 从很快的回味一下 从初爱记十九章第六节 大家再过来看一下 大家已经晓得初爱记十九章第六节 是整本圣经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了 因为在这个经文的当中 神呼召以色列人做祭祀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当以色列人答应上帝 做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的时候 神就在西乃山颁下所谓的律法 先颁下了十节 这是初爱记二十章 然后颁下了一部分的典章 典章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条例 这个叫典章 那么同时很重要的 因为要成为祭祀的国度 怎么样成为祭祀的国度 需要从今的教导 要把启示给以色列人 因此他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 不能够拜偶像 那敬拜在旧约 当然敬拜的中心就是耶和华上帝 这是肯定的 但是借着这个会幕成为一个焦点 这个会幕就是预表耶稣的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旧约是来到会幕的门口来献祭 来讨上帝的喜悦 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会幕成为敬拜中心 有了会幕还需要有敬拜的方法 启示了五纪 有了五纪以后 大祭司需要在会幕的当中全职事奉 这就是非常的逻辑 所以大家就知道 整个的摩西五经 我们谈到这里 基本上就将祭祀的国度的几个大的预备 基本上有一个大的观念 大家就不会搞错了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圣洁的国民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 那么住了四代就是四百年 他们需要在生活上成圣 因为他们在四代的居住的当中 四百年 这是一个约束 四百二十年或四百三十年 那么他们怎么样的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呢 在生活的当中怎么样能够脱离 在埃及地所学习一切败坏的风俗呢 其实这个部分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也有他的一些的中国的习俗 对不对 以前是可能是拜偶像的 烧纸钱的 拿香的去拜拜的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 一个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里面的一些的特征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 我们也要在生活上圣洁 要把这些的败坏的宗教的风俗 所谓败坏的文化的风俗 这个都把它拿掉 所以这就是非常的重要 以色列人需要拿掉 我们也是需要拿掉 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呢 怎么样去圣洁的侍奉上帝 非圣洁不能够亲近上帝 所以以色列人 他需要在Holy这个字 或是Holiness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然后开始在生活上圣洁 在侍奉上圣洁 在敬拜神的里头来圣洁 各方面的圣洁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需要重新的教导 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最需要的 大家为什么说 为什么我说华人教会最需要呢 因为你们有没有想到 我们华人教会 我们比较着重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对不对 包括我们传道人去传讲 都是讲属灵的信息 讲了很多 但是我们华人教会的讲台 讲基督徒在生活当中 怎么样活出基督的见证 讲的比较少 普世 我们华人 因为我们中国人 其实是一个 传统上对这个鬼神 这个是比较敬畏的 传统上 那么所以呢 就算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很着重说 不可以拜偶像 我们会着重这一类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跟主的关系 我们很看重 可是我们很少去谈 人与人的关系 这个people relationship 这个部分 所以这就是造成教会 很多的问题 你会发现 大家单独的 你去跟这些弟兄姐妹谈 每个都很爱主的 没有人说不爱主的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这一群 都对耶稣 这么爱的一群的圣徒 put together的时候呢 我们横的就问题 又出现很多了 这个这是我们华人教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活 怎么不知道 如果把那个holiness 圣洁的生活 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 所以你看人家说十字架 一个是对上 就是跟神的关系 一个是横的 我们做传道人也要懂 要懂得做人处事 大家不要认为不重要 在神学院 为什么不只是 真理的知识的教授 还有一个 你出去服侍传道 你跟会友的关系 做人处事 你都要非常注意的 这个做人处事 就是在圣经的这个部分 它开始去强调 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一个 所谓的圣洁的 一个国度的里头 怎么样活出来 那这个部分 登山宝讯也讲了 看登山宝讯 马太福音第七章 大家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七章 所以我跟大家讲 做传道人真的 做人处事是要学习的 不要认为 那个是人情世故 我们跟社会的人是不同 但是基本的 这个所谓的 fellowship 基本的这些的 做人处事的原则 圣经也是讲的 不是不讲 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们请余弟兄 带我们读十二节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 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看 律法和先知的真理 律法和先知 在旧约当中 他就教导 你要怎么样 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带别人 对不对 一样的嘛 所以这就是特别讲到 耶稣基督的时代的犹太人 他们对外邦人是不解的 外邦人就是牛鬼蛇神 可以这么讲 撒玛利亚的地 他们是不去走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他们对外邦人 就是歧视 就是恨 那么当然了 你这样去对待别人 别人也是会这样对待你的 是不是 你今天要从这个罗马的捆锁的当中 要释放出来 你要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在登山宝俊 他讲了这么多 其实整个背景都是在摩西五经的 这个律法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了 很重要的 那么要除去迦南地跟埃及地的一切的 异教的习俗 神是真独一的 不可拜偶像 这都是回应到十戒的里面 十戒 十戒不要忘了 是一个基础 是一个foundation 那么我们看 家庭生活是神国的一个基础 一个family 一个家庭的生活 婚姻的圣洁 那么保障妇女 免受玷污 等一下我们都会来看 这些非常有趣的规条 那么你们去学习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这些律法的精神 其实就在后面的这些的 所谓的规条当中彰显出来了 那么大家看看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法老不是要杀男婴吗 对不对 法老要杀男婴 但是呢 我们就发现 法老想要灭种 灭这个以色列的种 那个吴长老 麻烦空调开小一点 就是不然我 因为这个风对着我 稍微小一点没关系 我现在一直对着吹 就太冷了 谢谢 不好意思 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法老因为杀男婴 从这个法老杀男婴的这个角度 出来第一章 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么以色列的妇女生完产 会不会有非常好的休息 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想是很难的 是不是 因为法老的目的就要怎么样 来灭这个希伯来人的种 这是从出外纪第一章 你可以看到 法老的作为就是如此 所以这些以色列的妇女 上帝要祝福以色列人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这个妇女的身体就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的让妇女身体健康 家庭婚姻圣洁 这个都是在非常重要的规条当中 会表现出来的 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什么行业的 他们做什么 泥砖 对不对 请问你 做泥砖最容易生的病是什么 没关系 可以表达 大家想想看 在你没有读圣经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埃及做泥砖 做泥砖最容易出现的病是什么 呼吸 肺 还有没有什么 皮肤病 其实这个皮肤病是最直接的 因为他们要在泥堆里头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有大麻风的条例 看到没有 立位记有记录大麻风的条例 因为这个皮肤病 你从这个background 我们说要先回到圣经的背景的里头 你去思考就很简单了 所以讲到圣洁的国民的时候 上帝就在西乃山 当他去启示圣洁的国民的时候 后来就在会幕 就继续的开始去告诉以色列人了 你需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请先翻到立位记十八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 立位记十八章 立位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们请李传道带我们 李红尘传道带我们读十八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李小利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 那里人的行为 你们不可效法 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 也不可造他们的恶习行 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 守我的律律 按时而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律 典章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好 那么神就教导以色列人 埃及地的行为不可效法 迦南地的行为也不可效法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埃及地迦南地 他们都犯罪了 如果你们去遵行上帝的话语 去接受 你们就因此活着 活着这个字请你注意 这个字是哈亚 就是你可以得到神再次的祝福 这个不是得永生 不要搞错了 这个活是指的 出了埃及以后 怎么样在迦南地 得到神的在世的祝福 如果是永生 是两个希伯来文 哈亚阿兰 那这边只是哈亚 就是life 或是living You can live L-I-V-E 或是living 你可以在迦南地生活 意思就是上帝祝福你的生活 这个就跟大使命的里面讲到 凡我所吩咐你的 就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是指对圣徒的一个 在地上生活的一个祝福 千万你不要把它解释成为得永生 这是绝对的错误 因为在生命记的时候 我们顺便讲一讲 反正都要讲着 你看看生命记 生命记 来看看生命记 你就知道了 生命记有一大堆的经文去告诉我们 第五章 来 三十三节 好 请少敏带我们读 生命记五章 三十三节 好 看懂了吧 请你把存活得福画起来 地上得以长久画起来 那个就是 你们 若是遵行就因此活着的 那个活着的意思 了解我意思吧 这一类的经文非常之多的 Living Living 很简单 那个希伯来文 来第六章 你注意看 第一节跟第三节 我们请安齐带我们读 六章一节到三节 好 谢谢 这边讲的日子得以长久 得以享福 有没有看到第二节跟第三节 对不对 请你把它画下来 所以这一类的经文 其实是相当的多的 相当的多的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 在生命记的当中 常常会看到的 好 生命记第十章 再讲一个 请翁丽品 带我们读 生命记十章十二节 十三节 为要叫你怎么样 得福 大家已经搞清楚了 所以律法的搬下来 是让以色列人 在生活里面遵行 能够得到在世的什么 祝福 这个部分 我刚刚说了 是我们华人教会 最少去传讲的 因为我们都要讲说 我们跟耶稣 对不对 好像跟耶稣好 就全部close了 结束了 即是no 你会发现 我们教会在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不是跟上帝的关系 很多是跟人的关系 甚至有些属灵伟人 属灵孤僻 这个就是已经连话都谈不得的了 这个叫属灵伟人 真的是变成这样 进了教会两个眼睛都是顶上天 只看耶稣不见一人 都不理别人的 太属灵了 话都不跟你讲的 那种是怪人 因为他不知道 一个基督徒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 怎么样的 要彼此的要互补 要互爱 这个是因为爱有对象 不只是爱神 你看到我们在新约 大家都知道 老约翰也讲这个问题 对不对 雅各书也讲这个问题 是不是 我们就很清楚了 连加拉太族都说 要有基督的律法 就是要彼此相爱了 所以大家就了解到这个部分 常常我们在圣经的当中 我们会搞不清楚 那么我们看 整个的圣洁 包括灵的圣洁 魂的圣洁 跟肉体的圣洁 我们在新约教会当中 大家都比较知道的是 我今天靠着耶稣 我罪得赦免 我已经重生得救了 那么我今天要 克制我的心思意念 这个还清楚一点 那肉体的方面 我们就比较模糊了 很坦白讲 你懂我是吧 比较模糊了 但是我们把这个Holing Holiness 最多是讲的 我们的跟上帝的关系 至于我们在世的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是魂的部分 对不对 你的心思意念 喜怒哀乐 是不是 那么身体是另一个部分 包括吃 比如说新约他有教导 新约教我们要 这个吃的部分 要照养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什么 圣灵的电 对不对 他讲的很含蓄 是这样子 但是他就教导 你的身体要健康 所以你从这些角度去看 教会的活动 有的时候也不要包括 体的这个部分了 偶尔说团器出去登登山 运动运动也是对的 我们华人教 不要每次聚会都是吃 我们的特点是吃 OK 我们吃是很丰富的 但是要平衡一点 吃的身体都太胖了 营养过高了 是不是就不好了 所以你要平衡 这个我们做传道人将来 这个部分其实影响 我服侍也很大的 因为过去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的观念也是 只要我们讲耶稣就好了 除了耶稣 我还能讲什么呢 对不对 其他不要讲了 但是no 我们慢慢扩大我们的视野 在就业当中去学习 你发现我们的讲台 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去教导的 所以我们不妨去讲一个 基督徒怎么去吃 也很好 大家需要啊 需要嘛 对不对 因为吃到身体不好 也是得罪神嘛 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圣洁 也包括十一柱行 那么是有关系的 那么也包括我们的一般人的侍奉 君王的侍奉 祭司的侍奉 先知的侍奉 他都包括小到个人 大到家庭 再来社会 再来影响国家 这个holy的范围 但是在这个圣洁的 这些的规条的背后 其实是表现出神的公义 怜悯 信实跟谦卑 他的属性 是在这个后头的 那么我们 在新约的教会当中 常常都是用 spiritual principle 属灵的真理 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你 比如说 贴前五章二十三节 愿至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 得蒙保守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讲到 body 有啊 那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所以这个身体的圣洁 其实也是包括了 在新约教会 所特别去传讲的 好 那么大家有点概念了 那么很多的例子在旧约 属灵的principle 原则在新约 往往用一节经文 把它讲过去了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很多的case 就是在旧约的当中 好 第一个就讲到吃 食物律了 我们来看立位记十一章 我们今天不去遵守食物律 因为这个食物律 是有它的一个 非常重要在旧约当中 一个分别为圣 与神的圣洁有份的一个规条 其实讲到食物律的时候 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营养不好 可以不必吃 其实如果从营养学 卫生学的角度来看 不一定的 有人说猪 上帝不叫以色人吃猪 是因为猪肉不干净 有可能 但是今天的猪 都是饲养的猪 对不对 所以他们肉 也不一定都是很肥的 现在那些 不会让你长到 那么肥肉一堆 瘦肉很少 对不对 现在的肉 跟以前又不同了 是不是 很多的东西 你说不吃 没有灵的不吃 但是鳗鱼挺好吃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卫生法 去解释 立位纪十一章 有的时候会比较牵强一点 我个人认为 那么我觉得最简单的 就是用分别为圣法 分别法 这个最容易 因为耶和华是主人 以色列人被检检出来 出了埃及 他来定这个食物 你们要与神的圣洁有份 神就在食物的当中 分出来了 这个不吃 那个吃 坦白说 没有理由 对不对 No excuse 你要与神的圣洁有份 你就遵守 祂的话语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讲理由 就像一个教会 大家基督徒 信耶稣了 能不能抽烟 圣经好像找不到抽烟 这两个字 真的找不到 是找不到 那如果大家 有人说 没关系 我有烟饮 我现在戒不掉 求神怜悯 一面祷告 祷告完再抽一支 又有精神 继续祷告 当然 他问传道人 传道人真的说 你要把烟戒掉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不抽烟的 对不对 这是最基本的生活 我告诉你 有些国家的教派 是抽烟的 你们不知道 我在讲哪一个地区 我就不想讲了 不会是中国 在中 不是会中东 在我们东南亚抹地 不是中国 中国家庭教会 你抽烟 你试试看 OK 你就知道了 你可以抽烟 抽啊 抽人家就说 弟兄 我觉得你不适合 做传道 你比一般的信徒 还不如 很多人会给你好看的 所以你不要太担心 那么 当然了 要与神的圣洁有份了 你就跟他讲 不抽 如果他愿意顺服 基督徒的生活 他就不抽嘛 对不对 很简单 为了主的关系嘛 不要讲理由嘛 要讲理由 什么理由都有啊 那理由太多了 OK 这就我常常说 信而受洗 去受洗就对了 不必讲太多理由 你跟他讲那么多干什么 耶稣的命令 就是信而受洗 很简单的 人人可以做到的 而且是非常喜乐的事情 是不是 又不是叫你倾家荡产 又不是叫你去农村里面 传福音 那个都是后头的 这么简单的事情 人家还要看你去洗礼 还为你喝彩 为你鼓掌 哇 你是主角耶 你重要的不得了 就这样你还不要去的话 其他的事奉不要谈了嘛 好 那么我们来看四十四节 十一章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 误会自己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耶和华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有没有看到 很简单 这是走受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 并地上爬物的条例 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 都怎么样 分别出来 既然上帝把动物分了 在食物的当中 我们要与神的圣洁有份 我们就不吃那个不洁之物 所以在旧约 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 以色列人要在他的生活当中 去彰显 与世界的人去分别 其中的一个方式 就是食物率 了解我意思吧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那么食物率就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靠耶稣 我们就分别出来了 我们不是靠食物 食物只是一个什么 一个例子 让你去遵守 你跟世界分别 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好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 我想他们吃东西 我相信他们不会太丰富的 当然戈山地很多东西 这是真的 但是他们是奴隶 今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 那么神要让他们在吃的事情上 能够来彰显神的恩典 那么我们看 亚当就是在吃的事情上跌倒了 但也里在吃的事情上 来荣耀上帝 好 那么今天我们 可以不必去用食物率 因为这是后世的影儿 就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 真正的分别为圣 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 凡物都可吃 这是信心的原则 吃喝是为荣耀上帝而行 特别是你们回到中国去传道 我觉得中国有的时候 吃饭 说良心话 有的时候也是太奢侈了 真是讲句实在话 我有是去吃 我一个人去 中午吃饭 刚好同工来接我 张牧师你要吃什么 我就说 我就吃一碗牛肉面就可以了 在中国 同工说 吃一碗牛肉面就好了 他想要招待我 一定要款待嘛 一定要 不一定要满汉全息 至少叫三个菜把 两个菜把 我说不了 我说我们在国外吃得很简单 你叫那么多我也吃不了 是不是 浪费 他好感动哦 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活啊 我说是啊 我去中国一个地方 地名我就不讲了 去那边培训五天 吃得很不好 是很富裕的地方 非常富裕的地方 吃得非常不好 我下午就没精神 第三天 我大概第三天我就受不了了 我跟他们都非常熟 我说一吃完 就是那么一盘 肉也没有 菜也少 都吃光了 还问我牧师还要不要吃 我说不吃了 没有饭 没得吃了嘛 再次就扒饭了 我跟他们很熟 我说 我没有吃饱 我不客气地讲 我说我没有吃饱 我一天要上课上八小时 我没办法的 我说走 开车 我们到镇上去吃 结果镇上也没什么东西吃 随便八点东西吃 走了 前我吃了一顿满汉全息 我看那顿吃下来 至少三千四千人民币 象牙棒 全部吃新鲜的 大菜 我说真的 不需要这样 你把那个钱拿一半出来 放在平常 对不对 你给我们吃好一点 我们吃也平常就是 弄点鸡就可以 鸡中国也不贵 是不是 别的我不敢讲 至少老是要出力的嘛 你不要让牛没东西吃嘛 是不是 牛都没东西 怎么去耕田呢 所以我是这样子的 我会不客气地讲 对不对 你不需要到最后 请我吃满汉全息 而且我要上飞机前 我通常不怎么吃 为什么 我要吃到坏肚子的话 我这个行走 我不是很惨 很惨 你常常出门你就知道 我常常要走之前 我不太乱吃东西的 你不必请我 OK 我如果有麦当劳 我去麦当劳吃个汉堡堡 最卫生最安全 万一闹肚子怎么办 一个人在路上 是不是 大家就知道嘛 所以很多人 他不懂得款待 懂我是吧 他不懂得款待 他以为到最后 那个满汉全息是最好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讲过我们华人 其实真的要在这方面 真的要学一学 要学一学 平常就是吃的 营养就够了 是不是 鸡压什么 平衡一点就好 花不了太多钱 你不需要 最后你搞得那么多 一个大桌 十个人吃 那个菜一盘一盘一盘 都是大菜 也不必弄鲍鱼 那个熬船刀 不要鲍鱼 不必 我去澳洲的时候 有个弟兄 他是开鲍鱼工厂的 他的鲍鱼工厂 占全世界的产量 他够了给我三分之二 我们台湾人 基督徒 我要去的话那边 三餐都吃鲍鱼 而且新鲜的 还不装罐头 所以有人到你们那边 有录影不方便讲 一来就吃鲍鱼 吃完鲍鱼说 我们需要有奉献 我们在美国还没请你们吃鲍鱼 吃完鲍鱼还需要人家国外奉献 我看国外需要你们奉献 你们鲍鱼都端出来了 是不是 邪不协调 不太协调吧 不太协调的 很多东西很奇怪的 我不是有意批评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你有必要这个样吗 农村的传道人生活不好 是不是 你照待我们外国牧师 大鱼大菜 我们在国外吃多了 现在都不吃了 没有必要这个样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讲的都很实际 这都是我福祉的经历 所以我去东南亚 他们找我去大排档吃 我少吃 无所谓的 但是偶尔进一个餐厅 弄一点好吃的 这也是应该的 是这样 平衡就好 所以吃喝 是为什么要上帝而行 这边有经文 大家自己去看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垫 我们需要照样 顾喜 我想这个食物率 今天我们不太用 我们就看哥罗西书 第二章就可以了 请大家来看看 我们就进到后面了 今天这两小时 要基本把圣洁的国民讲完 下一次来讲 民宿记 这部分 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的心思意念 因为我们 在这个世上 我们是与世人不同的 所以不要再有那些的 世界的那种的 接待的想法 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们大家看十六节 他说 所以不居在饮食上 或节旗月术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十七节请大家一同来读 这些源是后世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这些原来是后世的影儿 原来是一个shadow 真正的实体是耶稣 因为真正的分别为圣 成圣的生活 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来的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在这个食物律里面 来看见的 好 第二个我们看生产率 看立位基地十二章 生产率 生男婴居家三十三天 生女婴居家六十六天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以前觉得好不好 你现在说好 大概没有人说不好的 你以前觉得好不好 你刚刚开始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觉得好不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面有什么意见 你觉得好不好 我开始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说不解 好 对 好 对 好 休息当然是说 就蓝女不同也不明白 对对对 没错 其实这里面很有意思的 这是全世界搬下的最早的 坐月子条例 这是妇女生产完以后的休息条例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 这是祖前1445年搬下来的 全世界只有犹太人有这样的 上帝赐给他们的智慧 好 那么先来看 什么叫做不解 来 我们来看12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们请这个 彩利带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 好 停在这里 他这个不解禁 他用了一个例子 像在月经污穗的日子 他这个意思是告诉你 父女刚生完产 还有非常多的污血 是不是要排出来 所以这个的不解不是不慎解 懂我 是吧 这个的不解是指他的身体里面 还有很多需要把它排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不解是指的卫生方面的 懂我 是吧 是指的身体的卫生 你的身体还没有生完产 还没有recover 因为还有许多要从 身体要把它排出去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要搞清楚的 不是生孩子不好 懂我 是吧 因为上帝祝福 以色列生养众多嘛 孩子是神的祝福嘛 所以第一个你先不要误会 那么第二个 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四节 我们请这个余地兄带我们读 你已经观察到了 他说在你洁净的日子未满 就是说你还没有居家三十三天 坐月子 你还没有坐满 不可以摸圣物不可进圣所 什么意思 是不是歧视女性 答案不是 是保护妇女 比如说 你现在还单身 例如 你的另一半生产了 过两个礼拜是余月节 你又不要带着她去耶路撒冷圣殿 这会不会产生问题 会吧 对不对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这里就告诉你说 因为一个妇女 她生产之后 她需要有三十三天在家里面休息 说这一切上帝有关 去敬拜的定规 要到圣所去的 要到耶路撒冷或是会幕去 会幕门口去的 这些事一概怎么样 不必去了 请问你是恩典还是家所 恩典 看懂了吧 我跟你讲 普世的圣徒 一堆人看到立位记十二章 一堆的误会 很可惜的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保障妇女生产条例 结果这么优良的上帝的恩典 被我们中国人基督徒读到 很多人都说上帝太不公平了 真的有意思 所以我说真的我们对旧约太误会了 真是太误会了 有时候我看他们的那个问题 我都觉得是 怎么去 怎么去 真的是要教导的 好 那么生男婴 三十三天 生女婴居家六十六天 为什么 好 请大家一同看 第五节 他如果生女孩就不接近两个七天 十四天 像污穗的时候 要在残血不结之中 家居六十六天 好了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生女婴在家多休息一倍 很特别吧 反正大家都知道 在家躺 休息绝对是好事了 这个基本是这样 所以六十六天 你也不必去圣所了 OK 那为什么要double呢 有没有人想得到 我是听过那个 你讲 我记得 重男婴女 重男婴女 OK OK 好 那你有什么 OK 第一个是比较对 第二个就不是 因为上帝看男看女都是一样的 你是说人嘛 对 但是没有 这是上帝的定规 跟人的观点没关系的 其实 过去我自己以为是因为女孩子将来有旌旗啊 所以要double 这个答案不对 后来我以为生女孩 学会流的多 后来我也是到Tri City 中西部啊 一个城市Tri City 那边是全部医学中心 弟兄姐妹全部是医生 很整齐的一个教会 全部是医生 蛮有趣的 因为是医学中心嘛 接待我的是一个妇产科 一个老姊妹退休了 我也是教摩西五经 她跟我说张牧师在她美国行医的经验 生女孩子的妇女 她说不是学流的多 是流的慢 需要时间长才能够身体干净 就是她的那个循环 我不懂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特别妇产科 我们不是这个专业 但是从这个专业的医生的 医生的经历的当中 当我去分享这个经文 当然我那时候讲 我也不是讲的很正确 坦白讲 因为这个实在是我们不懂 可是从这个医生晚上 我住她家嘛 她礼拜六晚上请我吃牛排 就聊了 她就告诉我 我说你这个答案给我们牧师 有非常多的帮助 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专业 你是一个美国医生的专业的角度 那么很值得我们接受的 我相信一定有神的美意 她绝对不是个枷锁 大家是可以肯定的 对不对 上帝不会这么无聊 生女孩子就是66天的 她一定有她的含义 只是我们人不懂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 你看祭司做什么责任 第六节 买了捷径的日子 无论是男还是女孩 他要把一岁的羊羔献为繁祭 一只竹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祭 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好 第七节 祭司要陷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 她血缘就洁净了 这个赎罪血缘洁净 其实是她满了一个洁净的时间了 表示她身体复原了 所谓血缘洁净就表示她可以back to normal 懂我是吧 她可以在家里面工作了 可以出外去打水了 时刻到了 她要这个 可以去耶路撒冷圣殿 就是back to normal了 这是对以色列妇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那假如你这个做丈夫的 生一个女孩子做丈夫的 说哎呀你已经休息50天 看来应该够了 那不可以 因为祭司是一个把关的 她要通过祭司的献祭的这一关 等于正式拿到了许可证 可以back to normal 这个祭司的职责 要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 了解我也是吧 这是prize的责任 OK 好 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 在旧约 以色列人 上帝没有给他设立健康教育部 卫生部 祭司是负责卫生的 那么 在旧约的时刻 距离今天这么远 久远 三千多年前 你如果不去遵守这个条例的话 你的身体是很容易坏掉的 很容易坏的 当然现在世界各国 大家都知道 做悦者的重要了 对不对 要保障妇女的身体健康嘛 是不是 我们通过马来西亚生产两个月嘛 不上班 我薪水照发的 我们机构照发薪水 付配 外面的工资就告诉你 你休息好啊 这个送你的礼物啊 就算了 甚至一看怀孕了 赶快你可以回家休息 踩掉了 我们不是付配 完全 全部的钱都付的 老师那个 新业的 学路的富人 那是另外一件事 还没讲到 那是病 是 所谓不解 就是 其实这一类的还要 他 他叫做不解 不能 好 我们等一下才会讲到 我待会再告诉你 是什么 15章才讲到 我们还没讲到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 就是说 月经期也算是不解 答对了 因为这是卫生的问题 他是不是也是 不能工作 不能去 OK 这边是讲的是 这个 是生孩子 那边你讲的 月经的那个问题 是夫妻的 刑访的问题 后面就讲了 后面就讲了 所以人家都问我 上帝爱以色列爱到什么地步 我说就是爸爸妈妈 什么都管 你读了就业你就知道了 他什么都管 我告诉你连上厕所都管 我还没给你们看经文 你就晓得了 你就知道神跟人的关系 到了一个什么close的地步 我跟你讲了 夫妻生活他也管 我刚已经讲了 上厕所也管 那他还有什么不管的 他无所不管 慢慢来看 很有趣吧 所以读这个摩西五经 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枯燥 他是非常有趣的 这一段的经文 看见神怎么样 教导这个以色列人 这是他的孩子嘛 是不是 在埃及住了这么长久的时间 今天要成为天国的子民了 他要学习上帝的圣洁 是不是 重新教导 成为新造的人 重新教导 好 来我们看十三章 十四章 讲到传染性疾病 大麻蜂在就业的当中 是一个不治之症 是传染性的疾病 所以有大麻蜂需要 经过济之查验 查验 如果有大麻蜂产生的话 就必须要隔离营外 我们来看十三章 请看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 我们请那个 这个李心莲 带我们读 十三章 四十五节 四十六 45 46 outside camp 就是独居营外 好很好 哎呀 这个好 这个人已经够惨了 已经得了大麻蜂了 神还要让他衣服撕裂 蓬头散伐 是不是二度伤害 second abuse 是不是second abuse 对不对 看好像是second abuse 这已经很可怜了 而且大麻风是不治之症 只有上帝可以医的 但是为什么神要让他 蓬头散法 衣服撕裂呢 喊还是另外一个 对 还要喊 right 很好的观察 就是他今天生活在以色列的社群 当中 如果他身上有这个传染性的病的话 他需要有责任 让人家知道 他的身体有病 别人就不会怎么样 接近他 进处的人看他的装扮 蓬头散法 衣服撕裂 就知道他是怎么样 传染性的疾病 对不对 就让路啊 远处的人看不见了 你就要喊了 不接近了 不接近了 这个是救护车嘛 对不对 自己去呼喊啦 救援没有救护车嘛 你就自己叫嘛 对不对 了解我一次 而且很合乎这个情况的 而且要蒙着尚存 为什么要蒙着尚存 对嘛 飞沫传染嘛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培训 搬下新实际 不可随地土谈 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啊 OK 我就常常说 我们只重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其他一概无所谓 不行的 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 不是厕所脏了不去清的 是不是 无所谓 特别农夫在农村的当中 都无所谓 我常常说嘛 给你们打虫药也没用嘛 你们自己家里的环境不弄好 因为我信耶稣嘛 我有耶稣嘛 我说你不要太极端 信耶稣的不是保证不会生病的 你自己信了耶稣 你要做新造的人 不只是我们灵魂得救 也是我们的身体要健康 这就是整个新约 跟旧约的教导 那你今天是一个传道人 你在你的家庭 你是不是要弄得卫生 是不是 这也是彰显你与众不同嘛 别人家怎么乱七八糟 那是人家的事嘛 你为什么不回到圣经去看呢 传染性的疾病 在这个旧约的里头 很重要了 我们几个是中国国内来的 你们是分杯还分饼 分不分 你们分我知道 分 有没有不分杯的 有 你们不分杯 对 我见过 你见过 你们一定分的啦 香港不分大概很难啦 不然每天要带个塑胶汤匙 不是瓦冰激凌啊 瓦杯杯子 现在的教会 我们这边有教会不分杯的举手 你是会所嘛 对不对 它不分杯 你们不分 对 好 那我先问大家 这教目问题 你不要认为这一段不重要 我现在来application啦 你们自己想想看啦 应用应用 传染性疾病来了 那么如果按照立位记十三章 上帝对传染性疾病的一个教导 独居营外 神从来没有跟以色列人说 不要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找不出这个经文的 而且神告诉以色列人 告诉立位人 查验是这样 他必须要割离 所以神经其实最多的是摩西五经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在整本圣经 我们看这几个实战 最多的就是摩西五经 上帝的作为 多得不得了 可是神教导以色列人 在这样的一个传染性疾病当中 不是他都一定要医你的 对不对 你有这个病 你就隔到隔离营外 所以假如今天教会 遇见传染性的疾病 有这一类的征兆 请他主日暂时不要来教会 公众崇拜 可不可以 没关系嘛 大家各自发表想法嘛 你们不可以 你们不能够 不可停止聚会 海拉海拉 那这些麻风病的人 是不是也要愉悦解 我们一起去 Let's go 他其实不能去的 那你们呢 你们大概不会宣告的 我相信 很少 对 不是 我们有时候有的 如果有大的像SARS 这种病症 那很简单 亚洲在SARS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从亚洲一来 那一段的期间 美国有一些的教会 他会写得很清楚 如果你刚刚从亚洲回来 身上有发烧或是什么 请你两个礼拜 先不要来教会 可不可以这样写 我可以告诉你 按照圣经的原则 是可以的 那个跟信心没有关系 中国大陆教会 最大的问题是 喜欢把信心搞 高举起来 很好 但是那个信心跟 是不是上帝 一定是神迹 其实保守我们 你不能立刻化等号的 懂我意思吗 因为上帝保不保守我们 那是神的主权 我们的信心是相信 神一定可以保护我们的 他有这个大能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实际的运作当中 你看立位纪 这边最好的例子 传染性的疾病 请你隔到营外 上帝从来没有告诉 立位人说没关系的 没有的 因为立位人要保障 整个以色列人的 身体的健康 对不对 他有这个病症一出来 他就告诉你 你需要出到营外 所以其实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我们将来都会碰上的 OK 以后我们到中国大陆 到农村去 教导那些传道同工 你刚刚一开始告诉你 有病的人不要来 他一定反对你 反对死的 我告诉你 马上就说 你不是信耶稣吗 你们国外牧师 太没信心了 他马上会那种属灵的 什么棒子锤子来敲你的 我都清楚的 OK 但是这个隐形肝炎 我是最害怕的 是 那个隐形肝炎就不要谈了 那个就没办法了 那我 是 我跟你讲 所以我现在只讲传染性 当然隐形肝炎也算 现在就是在教母 教母的问题了 这个教母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这种的问题 懂我是吧 我说的原则 你要把这个case的原则抓出来 去教导团队 他们就明白了 你一定要有圣经的 整个的foundation在那里 对不对 你如果只是告诉他三个结论 第一个可以分杯 那你下班杯机就可以回美国了 也不必交了 很多地区是这样的 是这样 那我就告诉大家 教导 所以教导 其实所有事丰当中教导 其实是最辛苦的 你信不信 因为我们去教那些农村的传道人 我93年就进大陆教 我不是说我在农村五年 都是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的传道人 都大传道 不是小传道 每一个教会都是三万人 五万人 一万人是小传道 我们那时候一教一个班 cover十五万人 信徒不得了的 因为他一个系统 几片就只有来三个 Top3 顶三二个才来 张牧师也是很坦白告诉你 以前我教会我不去教的 我教的全部是传道人 我去大陆 我去大陆不进教会去讲道的 对不对 他们还不了解我的背景 不是我骄傲 因为内容我们也不要去 那个容易出事嘛 你懂我是吧 那我们就是专门去训练这些 我们叫主教啊 因为他们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就是负责十几万的教会 很多的 大陆最大的教会六百万 那个负责的童工 以前就是这里毕业 也是我学生啊 现在在华盛顿DC啊 六百万 你们信吗 我刚去大陆 我说十几万的教会 人家说我吹牛啊 我也笑一笑 你们都不去大陆都不知道 我们这边两百人三百人 就走路都有风了 我说不要太骄傲 你去大陆试试看 六百万 六百万它是整个大的系统 六百万 二十几间地下神学院 一亿不稀奇的 不稀奇的 九五九六 我们就说是五千万六千万了 翻一倍是很reasonable的 非常reasonable的 可能都不止了 所以你就了解到 像我们去这些地区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其实还是一个老问题 对于圣经的教导不够 大部分都是在四福音里头打转 这是坦白讲 就是四福音嘛 那么保罗书信 有的也不太敢讲 那救援他就更不要谈了 所以对很多的问题的处理 他找不出那个原则 所以为什么大家学的这个道 就要进到大陆去教 要慢慢来 懂了是吧 你不要一开始就告诉他答案了 他不会接受你的 像教摩基督经教教教教到这里 我们来讨论一下啦 那这样做可不可以 因为上帝对那群 有传染性疾病的麻风病 说要独具引外 请大家来讨论讨论 你觉得上帝这样做法 反对的举手 当然没有人敢举手嘛 圣经这么说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以后 我们不是要效法基督吗 耶稣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嘛 不就结了嘛 对不对 想那么多干什么 以肝有带传染 有带缘不带缘 这个带缘会传染的最麻烦 那什么办法呢 我已经给你讲嘛 我们到大陆去服事 也没有公块 也没有母持啊 我们虽然知道要分啊 我还是平静心啊 我也没办法 那你说我没有带 我包包里面多得很 美国什么东西没有啊 连抽水马桶都可以带去的 你信不信 其实 纯粹从立位记 十三章十四章来看的话 基本上原则就是 第一个皮肤病 皮肤病到现在都治不好 对不对 你不要说三千多年前 到现在都治不好 那上帝的原则就是隔离 对不对 那除非有特殊恩典 就是神迹 医治 这个旧约 米利安 大麻风 上帝特别的 去医治他了 所以从这个 传染性的疾病当中 就教导我们 基督徒在世上生活 公共卫生是人人有责的 对不对 今天在一个教会的公众崇拜当中 我们也需要来注意这个问题 当然从新约的角度来看 把这个麻风 也有视为是一个罪的表征 那么要靠主来医治来恢复交通 这就是把这个实质的一个病当作是一个罪的象征了 这是在新约有时候大家会这样解释的 好 那么我想这个部分基本原则 这就是 这就是偏激 对 他就一直 变成 还在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告诉你怎么做 我们在大陆刚开始也是这样 后来我们就告诉他说 一个人 我们不要讲乙肝 那个太敏感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就是 因为一个上课的班 三十人四十人 饭碗都随便用 所以就会 一个人感冒就会传染 所以他都知道嘛 所以刚开始可能是一个 过了三天就是五个 再下个礼拜就是一片 这常常在农村是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告诉他们 后来我们也跟童工教 童工说 我说你们是要让弟兄姐妹们都感冒走一遍 还是说大家有精神好好的来读圣经 因为老师来了嘛 他说对读圣经更重要 那怎么办啊老师啊 因为农村人他不懂 我说非常简单 你们开学第一天 其实他们 我们没有到之前 他们都已经到了 把所有的碗筷 我就让他们煮大水 滚水 整个消毒一遍 每一个学生来了 给他一个碗 给他一双筷子 这就是你的 你这样做的话 就不会去找那种人交通了 你这样比较好 因为你去找他有针对性 他就会用那种属灵的高调 跟你去抗辩 没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 你就专门准备几个special的碗 是给这种人用的 懂我意思 他不用 我们跟他单独弄一个碗 他就找上面的 不是 不是 我们没有信心 他已经医治了 你这种人 你不需要去跟他去争吵 你的团契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碗 比较重要 他要用什么碗 是他的事 用完那个碗 看好 洗好 再写上他的名 下次来还是拿这个碗 但是就因为这一件事 可能下面的幸福 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有的人说你没爱心 有的人坚持 对 我知道 所以先要教导 我就说 万事要先教导 你不教导 圣经立位纪这一段的经文 大家怎么会 我就说 你去大陆 你一讲结论 我告诉你 没有人不骂你的 OK 但是我把这边讲完了 我们来讨论 我们要怎么做 都是传道人 对不对 负责几万人的 我们大家自己 自己自己想 对啊 你地下地上都一样 不是 大陆传道人有权柄 是大陆的传道人 不懂得怎么处理 我讲的不好听的话 因为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对旧约 没有这么多的教导 对不对 不能怪他们吧 不知者无罪嘛 是不是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就要有这个责任 回去 慢慢啦 先跟同工去交通 慢慢去开这个 摩西武经的课程 所以我到很多教会都讲 我为什么到这么多教会 去讲摩西武经啊 我讲着讲着讲着 这一段我就运用一下了嘛 大家脑子就开窍了嘛 那我到你们那边也照样讲啊 我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的 但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需要讲 对不对 那你别怪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碰到那个讲到奉献 我就要讲一讲 是这样子 所以他开课程在中国 是有好处的 懂我是吧 你不要只是为 针对一个问题去 去讲人家 人家是不爽快的 你要先把传道人的 这个部分搞清 搞通 信徒你就慢慢来 因为信徒普遍是没有教导的 对 你要有智慧嘛 你去跟那个 大娘大爹讲了半天 那大娘大爹 从小就是拿着铼头耕田的 他也根本 他比你还不在乎啊 你跟他讲有什么用 对啊 乙肝 他说没关系啊 我也活了这么大了 无所谓 你跟他讲 你不是自己把你 把你自己搞得不愉快吗 你们应该是 先是整个片的团队 同工 同工聚会 你们都有同工特会 圣经开圣经会 不要天天开培灵会 OK 培灵会够多了 好好开圣经 圣经特会 专门教圣经的 我常常告诉他们 找我去培灵会不必 你们讲的比我好 OK 我去就是教圣经 这个比较重要 OK 把基础打好 你们要怎么讲都可以 你们比我会讲 大陆有什么奋信会的 什么 多的不得了 是不是 比我们国外的牧师 还会讲嘛 我说句很实在的话嘛 恩赐又比我们强 精力又比我们多 我们能给的就是把这个真理的 这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宝贝嘛 是不是 我们给你嘛 我们是 我们是带宝贝 带黄金给你的 你有了这个宝贝 有了这个黄金 你要怎么讲就怎么讲 是不是 这个才重要嘛 所以他们有人搞不清楚 哎呀 这牧师讲的不够精彩 我说你要多精彩 你们已经还 你们已经够精彩了 你要多精彩 就天天都上三成天 不可能吧 保罗也没有天天在三成天 他还得下来 有时候还得进监狱 是不是 要搞清楚嘛 国外的老师来 他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让你在圣经上的基础 扎好装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好好的为主发光 对不对 你不会讲歪 这是我们的责任嘛 我们又不是进去 跟你比培林讲道的 没那个必要嘛 是不是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的 在很多同工 我跟他们说了 我说讲道可以啊 我们可以讲 我们讲完道 赔林赔林就回家了 那你们不能赔吗 难道你们都不行吗 我觉得你们也不错 不需要这样 一些圣经的问题 我们好好来研究 来解决 像这些 你从来 大概没有想到 利维基十三章 十四章讲大麻风 可以用在今天 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教会 大概从来没想到的 这么重要的经文 今天我们需要去研讨 我想这是很重要 我们做个祷告 就停在这 感谢观看